Hello,大家好,我是走男 给他们来一顿自助餐 这个是自己捏的野菜肉丸子 里面有一些野菜,然后牛肉和鸡肉 这个是绝大多数薯子都比较喜欢吃的草莓味化 这个东西它有点甜,所以我只有非常非常非常偶尔的时候才会喂一下 然后是火龙果和大麦若叶的穀物片 然后我们放这个拌上了羊奶粉的高蛋白营养糊 也就是平时给薯子的主要家餐 我一般都只为这个 哇,这黏糊糊的一坨 我懒得上手搓丸子了,所以说它看上去比较黑暗 不过没关系,这个还是有得救的 我们给它放上一点这个糊糊伴侣 这样的话它看起来会好看一点 而且它吃的时候不会吃的满脸都是绿糊糊 下面放上一点淡奶小饼 我动态里面置顶的有一个视频是关于花葵的 然后很多人问我它给它喂的是什么 就是它在视频里吃的就是这个东西 一片一片的塞到甲囊里 最后一个位置留给谁呢 来我们放上一点五颜六色的酸奶熔豆吧 好吃又好看 而且这个有益生菌的成分可以帮助消化 那我们这无比丰盛的自助盛宴就差不多做好了 我们赶紧端过去给它们品鉴一番吧 这我奶熊还很小啊 刚刚可以爬出来自己吃东西 也不知道它们见到这种架势会是怎样的一种反应 好像它们对糊糊之外的都不太感兴趣 看看你们这些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零食可不是每天都有的 过着村没着店知道不 看起来这仓鼠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好像还不是很高 它们更愿意去尝试自己曾经吃过的东西 那个丸子我真的做了好久呀 都什么不给面子的嘛 来尝尝呗 虽然说长得丑了一点 但是味道应该还不错嘛 就是我蒸的时候我都闻到那个香味了 这种野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叫什么呲老牙 好像是叫这个 本来是我老妈包饺子用的 被我悄悄偷渡了一点过来 结果他们还这么 简直太伤心了 这窝是拿肉桂鱼点配的玻璃 可以看到他妈妈的基因十分的强大 这窝真的N多N多鱼点 都长得像他妈妈富士粘贴一样 大概再过几天就可以给他们拍一下小视频 有喜欢的同学可以蹲一下 鱼点还是挺好看的 尤其是这个颜色 这种温温柔柔的感觉 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窝小朋友 这是已经分好性别的 这一小窝都是弟弟 我十分恶趣味的给他搞了一个粉色的草帽 这样就可以看到帽子里变小熊了 这两只眼圈弟弟永远是 抢吃抢喝的第一名 Forever最先抵达战场 往往先独享一轮之后 其他选手才文讯赶来 你看他站在这个盘子中间 有没有一种选择困难症的感觉 到底先吃哪个好呢 好像他们也更喜欢吃营养糊 这整的我都有点骄傲了 难道我的糊不比零食好吃 看又是他 他蹲到石盆上发呆 他永远在发呆 这是怎样的一只呆呆熊啊 眼圈这个花色虽然很常见 但是还是挺好看的 这边又有两个发呆的选手 当当当当 前方高萌预警 一大群仓鼠团子 即将向你扑来 请时刻准备好 用脸来接触他们 这个草帽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如果它里面不会变臭 就更好了 下面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 享受着美好的一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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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